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达人 那前面电子股连涨4天 然后行业股几乎是连杀4天 那今天到礼拜五涨多的电子股 遇到节前的卖压 我就稍微做一次休息跟压回 那资金又跑回去抢一下短 所以行业股的部分 今天表现就呈现一个反弹的走势 钢铁股也跟着反弹 相对来说电子股 今天普遍来说连涨4、5天 就做一个压回 所以资金板的敲敲板的效应还是有 但是我的看法仍然不变 我认为像运输股 它就是一波比一波的低 等一下还会反弹 反弹再下去 等一下反弹反弹再下去 所以它一波比一波低 那当然量能潮也是一样 不过我有强调说 它不会说一泄前里 因为现在运费仍然在高档 EPS它是有支撑的 所以当跌到一个价位之后 反弹下去就会来回打底 然后未来走势会越来越收敛 量能潮会越来越退 那资金的回流就会回到电子股 所以电子股的趋势是越走越高 越走越高 所以前面连涨了3、4天 4、5天 今天稍微压回 下半我认为电子股 原来是强强棍 还是热闹滚滚 所以那个资金的方向 你要搞得清楚 你才会事半功倍 不然你从7月份 6月中下旬开始做传传股 现在可能一套是套3、4成 但我们是从5月下旬 集中火力 开始操作一档又一档 数字最漂亮的电子股 那个跡象非常的明显 金像光 一拳 通家 金豪科预创 几乎党党都喷了 党党大喷了 所以方向我们先抓清楚 如果说大家手上有套牢在很高档的 好多人留言给我说套牢在200多块 300多块的万海 也有200多块的藏龙、杨明都有 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办 你尽管在我的官方账号留言 你来找郑老师 我来带着你在适当的位置 我们来把它除掉 停损或者停利 尽量找一个相对高的好位置 换到后面数字爆炸的电子股 一波赚个三、四层、四、五层起来 那很快的前面的损失通通一次都回来了 所以你不晓得要怎么做 航运股 手上那些不晓得该怎么办的 你尽管来找郑老师 那回到我们的股票 基地科 在7月15号礼拜四 这波最高是460 然后之后就开始分盘交易 第一天有13、5 第二天大概是41到45、6 第三天到430 但量能急缩 第四天又涨上来 然后第五天收盘的时候涨7.3% 那今天是分盘是第六天 那尾盘小跌4块不到1% 财量昨天有989张大涨25块 昨天 然后今天小跌4块钱量收到一半 剩454张 所以就说 在分盘第六天 这个量数非常的明显 非常的明显 涨的时候不用1000张可以涨25块 跌下来量马上说给你看 跌不到一耙 这就是我今天在盘中文章 我说的 筹码优势太过明显 筹码稳定干净的不得了 就我们经验 你可以撑在高档横盘量缩 而且站在所有军件之上 这种随时补个量蹦上去 过高 应该就是一段 就喷上去 技术面在一个高档的三角收链 随时都会噴 随时都会噴 那 行政电脑在8月中会tap out 会tap out 一旦tap out 它就会认 下一个阶段的所谓的 一系列的权力金 不是只认一笔 认一段 所以这个tap out自为关键 一来代表行政电脑的设计 持续进行 而且是越来越接近 final版本 然后就准备后面 明年要开始大量产 所以这个是自为关键 也将益注 有时候比如说 这一个月如果要tap out 可能上个月前就会先进来 那有时候是 这个月tap out 可能这个月前进来 那我们不是公司当事者 我们没有办法抓得那么精准 但只要这个tap out之后 我想不是7月 就是8、9月 营收就会有很大的帮助 然后股东会也说 台台电订单 从2万片大增到8万片 这我就不重复说明了 而且这个只是小单 董事长有说 今年新永路的订单 是史上最热络的一次 现在只怕公司能力不够 以及基板的产能 目前没有办法完全满足 所以真的要排量产 就算客户在急 没有办法 那个产能不够 可能就都要排到明年第一季去 所以老板才会说 明年第一季 要开始进入大量产 所以这个营收的爆发点 会从明年开始 进入大爆发阶段 那一旦 手上权利金继续收 因为一笔单 签下去会先收 签约金 后面会按阶段认权利金 进入量产之后 就一颗一颗算 一颗10美金 20美金 30美金这样算 一旦量产 那个量冲出来 营收就是现在 只单纯收 全力金 三倍 四倍 五倍 可能十倍都有可能 十倍都有可能 所以 明年第一季会大爆发 明年是大爆发的一年 EPS可能就是 20 30块几跳 当然因为新案子很多 你说现在要去估计 明年到底EPS有多少 那你要未来 要一记记看 就是看到后面的量产的时辰 再去推估 现在说不准 20 30 40 50块都有机会 都有机会 但很确认的就是说 这是大爆发的一年 所以才会说 把握任何一次 拉回的低点 你不要等到说 一两季之后回头看说 他怎么那时候不买多一点 那时候就来不及 现在就是大爆发前 因为你说明年要大爆发 通常金融市长是这样子的 大概到第三季的 大概七八月 差不多股价就要去反映 明年的展望 那现在分卖交易到第六天 也差不多最后压缩期了 量缩到极致 股价还差点创高 补个量比较上去了吗 所以金领科的看法不变了 我就不花太多时间了 五月六月七月盖牌 不止一张都不卖 有回档 我们会一点一点的买 只进不出 那八月之后 九月之后 我们就见正常 我想应该可以迎接创新高的行情 到时候大家再一起来开香兵吧 布顶 礼拜一 先亮灯涨停 100.5 这就已经停历史新高了 礼拜拉回 但有盘中创新高 礼拜三又亮灯 106 礼拜四又亮灯 116块半 今天盘中最高来到125块半 再度创下全新的新高 上礼拜买八九九十 九一 然后等待没有几天 那就创高 再压回 这波蹦蹦蹦一路喷上去 很快 从买八九到125块半 最高八天大赚的36块 是高达41% 41% 所以我常在讲说 333的操作 什么就是333 只要你能找到一档 很棒的金兵股 一次你可以赚三成 三个三成 你就一倍 所以这种333的一个策略 要让你把资本倍数翻变得容易的相当度 重点在于 你前面要有本事 找到可以赚三成的标的 之前的什么一权 亚信 通家 那个我们就不谈了 副顶 我又再度一次 让市场见证 一档好股票 前后八天时间 不用两个礼拜 八九到125块半 这样就赚了四成 所以要求三成 其实现在已经给你四成 要五毛给一块 那因为超过了三成 再创新天价 我们这边就让我们家的成员卖一半 卖一半 那为什么卖一半 因为一来 六月份赚0.96 其实真的是 由于郑老师的预期 原本有预期七月份以后才会超过九 就六月份就超过九 引收差不多时评 代表毛利率增加太多了 七月份如果再涨价 新经元再到 那就不是一块 那是一块半 所以这个数字 这股价还是低估 但是因为八天一口气 赚超过四成 那完美超过333的三成的要求 我们就卖一半的资金 去转进下一档金平 我就 我在带大家操作 都是一档欢迎档 我不会说手上八档 然后再买第九档 根本没有钱 就寒爽的 没有意义 我们都是一定是出前面的再去买后面 因为赚了超过三成 超过四成 只卖一半 换金平股 但是因为数字太过漂亮 所以留一半 我利于不败之地 什么利于不败之地 我们买八九 卖在125 124 如果下礼拜 跟MCU的股票一样 拉回到110几 价差出来再买一次 后面如果再创新高 多赚 那就不拉回 今天尾盘也不错 收在124块半 几乎收在今天高点附近 下礼拜继续喷 那剩下一半 准备要卖130 140或者150 越赚越多 所以大赚四成 卖一半立于不败之地 那卖掉的一半的资金 开始转进全新的金平股 因为我们又有下一档 非常好的标的 那新的标的 当然它有可能在 未来一两个礼拜之内 又有一个三四成的获利 但是负顶相对 从这个位置 要再涨三四成 就相对不容易 所以考古标 就是一档接一档 一档接一档 另外一档超强的金豪科 在礼拜二 平盘找盘附近买回持股 单单最高181 礼拜三到186 只能涨停板 196块半 创了18年的新高 不只突破前面的高点 创了18年来的新高 你说18年以前的那个高点 经过这18年早就 死的死逃的逃 抱不住的早就抱不住了 也就是说从这个位置再往上 其实它没有什么历史的套牢的卖压了 所以上档它其实是没有任何的反压的 草盘再创新高212 最多涨了7.9% 当然今天卖压比较大 建制股卖压比较大 一来周末 二来得宜 就对于下半年展望的财色比较保守 所以导致今天很多的MCU股 叫什么新唐 九旗 红康 或者是盛群等等 今天很多都打下来 甚至跌停板 是今天IC设计相对比较弱势的原因 但这波其实你会发现就是说 我之前操作很多的MCU股 这一次我都没有操作MCU股 其实是有道理的 因为MCU的一般来说 比较传统旺季在于第二季 第三季就会开始慢慢往下走 所以我在挑设计股的时候 没有说MCU股最近很标 但第三季是它的传统的淡季 所以一旦overbooking稍微一退 那营收可能就会滑很快 所以得益的这个财色我并不意外 那MCU股它这波很强 掉下来之后资金会散出来 开始寻找其他的下半年是真正的忘记 而且报价涨更多的 其他的IC设计的产品族群 会转进其他的标的 这就是我布局的方向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体 下半年报价走势会非常的强劲 所以这是我们布局的重点 包含金豪科预创都是 所以早上创高 尾盘拉回中场收小涨 对照今天的电子股的走势 跟设计股的走势 仍然是非常强势 而且是创了超过18年的行高 因为第三季我们估计立基型机体要涨25%到30% 那他的毛利率第一季23% 第三季上看五成 这是非常夸张的增加幅度 其实就跟当初的 摘尾IC非常的雷头 从不太赚钱的敦泰到现在的毛利率都是四五十% 从原本甚至小亏到现在每一个月可以赚两三块钱 一季都赚到十块去赚翻天 金豪科也是毛利率第三季上看五成 单级我们估计要赚9块 第四季如果报价维持高档 大概下半年就赚个18块 17块到19块 就这个区间 所以全年保守算22块 乐观也24块钱 基本上这个数字已经是艾普的水准 艾普一样做立基型机体的 现在股价713块 今年也赚大概二十几块钱 可能有多一点 也赚二十几 为什么艾普那么高 因为人家当初用他的3D记忆体的相关的IP 跟台积电合作产品 所以市场认为就是说 你的IP竟然可以为台积电所用 给你IP股的相对高的评价 所以股价涨到七八百 但其实获利就是二十几 经济科他也要跟联发科合作 两个新产品 一个是5G通讯的相关的记忆体的产品 那个是标案的 量大 但技术的层次没有那么高 另外一颗跟联发科合作 就是3D记忆体 就跟艾普跟台电合作的东西 就是一样 虽然艾普的东西 金浩科也有 而且他是跟联发科做合作 后面都是两大巨人 所以就说未来市场看待金浩科的评价的方式 一旦开始比较艾普的话 两个都赚二几块钱 股价差五百多块钱 这个评价上调 本一笔上调的行情 我们认为才要开始 所以股价今天可以创下18年的新高 而且我们也赚很快 从171买了两三天的时间到212最多赚了35块钱 赚了19.8% 下礼拜只要过212再往上走个两三天 三成就守到勤来 所以这是金浩股的威力 这个就是金浩股的威力 所以负顶的喷出 我想市场一再的见证 郑老师所选的这些金浩股 只要它数字非常的好 早喷晚喷都是要喷 除了这些股票之外 我们持续要布局的是负顶第二 负顶第二 我可以跟你预告说 就跟我前面带你买的预创 负顶金浩科 一泉通家这些股票都一样 都是一档一档数字要大爆炸的金浩股 又是一档数字要大爆炸的金浩股 所以希望下个礼拜 你一定要跟上 欢迎多来加入郑老师的LINE的官方账号 只要在LINE上面搜寻小老鼠STARMASTER 你就可以找到我LINE的官方账号 加入之后 每天大概10点多11点 就可以有盘中的解盘的文章 是即时的 对大家操作一定很有帮助 然后加入之后 并且留言郑老师最棒 新加入LINE官方账号的朋友 我会给大家20个名额 送给大家下礼拜 最新一档标股 付顶敌二 把握机会赶快加入 索取标股 等会我们再聊 小股票 好 欢迎来到现场 我想金明股一档接一档 一波接一波 只要数字爆炸好 股价早晚都要喷 富顶金豪科 包括预创都是 礼拜三也涨停 我没有印到 礼拜四 又连两根涨停 涨完最高最 涨8% 最高来到49块半 再创13年的新高 创高 尾盘随着电子股座压回 但这个压回只有不到1% 金豪科的样子 超级强势表现 因为后面的数字 都太过强大 从上礼拜35块 推荐大家买进 如果说你有在LINE 加入LINE的官方账号 那时候送你的预创的部分 那时候大概35块 到今天最高49 涨了14块半 也赚了41% 所以这也是送大家一个 超过三成 达到四成的获利 DDR3的现货一路大涨 最近还在涨 预算都走现货 它的受贿程度 是比金豪科来得更大 因为它都走现货 现货涨得比合约价快 五六月赚了4毛 0.44 第三季估计要再涨价 至少25% 乐观点三成 下半年这样一算 要赚最乐观赚到3块钱 所以它会是这一波 DDR3缺货大涨价浪潮的最大的赢家 因为美国有极大的可能性 会去限制中国大陆的记忆体的制造或者销售 我说这一块后续有可能引爆 相关记忆体的大缺货大涨价 那现货价大涨 预算是这波涨价潮的最大的赢家 所以从请大家买进的35块到现在也49 我看下礼拜很快就超过50块钱了吧 这个就是数字的威力 金民股的威力 另外开始布局 另外一个涨价最多的金民股 你刚听到的那些IC 可能第二季是涨个10% 20% 30% 但六月份这样股票涨最多 它是涨价40% 所有IC之冠 六月份以来涨价幅度 所有IC之冠 同样的出货基础 报价涨40% 你多出来的营收多四成 通通都是精力的增加 所以毛利率大幅度调整 带动获利大跳 这种第三季又是旺季 出货量价巨扬 后面数字往上喷 那负顶喷出故事就会再来一次 所以这个都是数字最棒的金民股 所以我们即将带着大家买负顶第二 又是一档数字大爆发的金民股 欢迎大家都来加入我的LINE的官方账号 搜集小小鼠Star Master 加入之后 刘延正老师最棒 新加入的前20个朋友 我就会送给大家下个礼拜 将要大买的负顶第二 它就跟负顶一样 当数字爆炸喷出 股价跟着就喷了 所以我选的都是数字大爆发的金民股 负顶如此 负顶第二一模一样 赶快加入赞老师的LINE的官方账号 搜寻小老鼠Star Master 加入官方账号之后 每天10点多 11点 大概你就可以看到我盘中解盘文章 把盘中的资金的流向 盘式的变化 主流的变化 以及我所追踪的持股的看法 有时候盘中卖的我会提醒你我卖的 有时候我会提醒你我们开始买新的股票 所以不要等盘后再看节目 盘中就要看文章 所以都要来加入来观众账号 加入之后 刘延正老师最棒 我就会把前20名新加入的朋友 送你下礼拜 最强负顶第二 赶快来吧 祝大家收视你 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